好 今天的重粉計劃你自己有沒有安排 沒有 但剛剛看到大家玩得這麼高興 一不做就二不休 讓大家開心一點 海洋之心這一部分 你自己看見粉絲也起紅 那個廉價版的海洋之心和廉價版的Jack 那時拍攝這個MV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海洋之心的時候 我是問Oscar 這麼厲害 可以找到一個禁刺的 他就跟我說怎樣找回來和多少錢 我說厲害 這麼低預算也可以找到一個禁刺的東西 他說不如將這條鏈 你們不是有一個活動 不如那天送給粉絲 我說OK的 你們專門選一些便宜的送出去 我說OK的 因為我覺得那件事的意義更大 因為他在我的MV曾經出現過 而且我覺得這些都是物輕情易重的 大家最重要是拿一個意義的 你未試過在戲院做一個MV首播的活動嗎 未 第一次 我剛好第一次在戲院這麼大的銀幕 看自己的MV 也挺有趣的感覺 因為真的看電影多 還有 有少許尷尬 對 最初不知道為何放到頭這麼大 因為你以前拍戲 可能之前十二怪到那些 你都可能在一個框裏較小 但這次這麼大的頭 放在一起 4K無孔 甚麼都可以看到 但可以跟觀眾 或者你的粉絲 這麼近距離接觸 是否都很開心 一起看你的成分 當然了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們也很少在香港 剛好 難得可以有公開活動出來 大家都是開心的 剛剛有點尷尬 是否不敢跟粉絲 我一定是 因為我剛剛開錄 送完海洋之心之後 也有想過會不會玩得太大 也要保護另一位粉絲的人身安全 如果You Jump I Jump 那裡可能會難鐵馬 我怕 所以就不要了 都是小小的 有個意思就算了 請問今次的MV 這麼多場景 會不會都預算很大 會拍得很辛苦 今次的MV 這麼多場景 預算不大 我就不知道 我沒有參與到這個預算 但這次拍攝不算很辛苦 因為前期Oscar的準備 做得非常充足 即是已經淡好景 很清楚 那天的流程如何拍攝 所以其實今次拍攝 真的不算很辛苦 為甚麼要做了兩年 因為兩年前 就有這首歌的構思 但當時就因為 發生了一些事 我就中斷了我出歌的計劃 到上一年再出歌的時候 我要做表演 我要出快歌為主 上年 所以也將這首晚歌 再割至多一年 到今年才出 現在終於看到他出生 是的 和Jay錄音的時候 都有說這話題 兩年了 這首歌終於現在 我們今年可以面世 我開頭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始終都拖了一段時間 開了個群組 中間可能有半年空窗期 大半年空窗期沒有說話 今次再重拾這個計劃 我覺得很開心 也很高興可以和Jay合作 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現在不是都脈絡 我感到要求給那首歌嗎 是的 上個星期已經開始了 第一天的排舞 現在其實主要是全力 是給演唱會的訓練 排舞、練歌、做健身 會否開始壓力來 壓力就有少少 但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正面的壓力 因為那少許的壓力 是推動到自己 更加去知道 有些什麼要做 好一點 準備多一點 你的真肥計劃是怎樣的 真肥計劃暫時還是 都是一般 沒有什麼肥 我有盡力 不要讓自己瘦太多 但因為這陣子排舞之後 運動量都大 消耗都大 所以肥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肥 但我盡量不要讓自己瘦太多 有些人說你這陣子 都經常戴著眼鏡 就是眼的問題 眼睛就是之前 因為我有眼光症 就是看著強光會有少許辛苦 所以最近 大家看到我戴這麼多太陽眼鏡 不是因為真的只想有型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條件 但因為眼睛有時要保護一下 因為看著太久強光 它就會飆眼水 演唱會的表現 所以現在就是養精蓄銳 在一個演唱會裡 瞇瞇大家 是養精 是的 厲害 眼睛 大家聽到眼睛 眼睛 眼睛 OK 所以我這陣子 真的太專心準備演唱會 還有很多事情 都沒有時間想其他事情 因為演唱會有少許高難度的動作 真的要花點時間去練熟些 否則就會有些危險 所以最近 真的沒有時間想其他事情 但皮皮高見小字連續劇 這樣也有事情發生 你有沒有自己看法 我沒有特意自己開來看 但有時 社交媒體 都會膽一點出來 但我真的沒有去深究太多 因為我覺得 這個始終都是兩個人的事 我都不評論太多 我自己都真的要忙了 最重要的事 就是下一個月的 SoloCon演唱會 我覺得暫時 自己的To-Do List來說 沒有東西比這個演唱會更加重要 所以我 無論如何 一定要把自己最大的專注力 放在這裏 我們有通過一次電話 大家有輕輕地交談過這件事 我都知道 他一定有他的壓力 我都希望大家會給他多些空間 我亦都不評量太多了 但其實你和Christy是怎樣的 我們大家是有些普通朋友 就是可能就跳舞 講一下跳舞上的主題 之後就沒有說太多了 是否平時都是在社交媒體 可能見到社交媒體 才會再補充 才會補充 真的可能剛巧 在大眼出的通知 可能剛巧經過Story 見到網 我真的覺得 有興趣回覆 我就回覆一下 但以後 我經過這件事 我都會再網上 可能跟別人聊天 我都會再小心一點 但本身沒有跟他WhatsApp 聊天的事情 沒有 沒有 但他說你追求他 會不會是 你覺得自己做了些什麼 你會做了什麼 Happy New Year 我也不知道 剛剛那裡有千多人 叫我老公 叫我媽媽奶奶 所以我想 我都很難逐一去教導 所以就 是的 這件事我真的不再評論太多了 因為始終都牽涉到其他人 我只要專注自己的事情 專注我的現場 會專注我今天新歌 那有人說 你覺得你好像追過他 那你又沒有追求他 我自問是沒有的 我也不評論太多 希望這件事可以遲些 快點過一段 那你是不是又回覆了他 這個真是 IG經常會很容易有些問題 我早前也試過 unfollow過花姐一次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有一陣子 是 IG 因為IG 他有一段時間 他早前是不知道什麼事 我阻止了一些人 和unfollow了一些人 包括我以前的朋友 也有問我 你為什麼unfollow了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有時候 手指肥 我覺得 我覺得 社交媒體的事情 大家 太認真了 因為我覺得一段朋友的關係 又不是靠一個 真正和他是一個朋友 不會是因為follow不follow 而不是朋友 所以就 不要被這個問題 放太大 影響了 即是你沒有追求他 對不起 沒有追求他 那你會不會請花姐 吃燒雞陪聚 什麼 吃燒雞陪聚 我立即follow回去 我立即follow回去 我那時候不立即follow回去 你現在站在這裏 真是 真聰明 真聰明 對於 她說 你和Shirley 學了一下call 你自己又有什麼回應 我覺得 首先不好意思 就是這次 弄得阿沈 因為無緣無故 新聞發黑 到不知為何會影響到她 我也有跟她 說一聲不好意思 我說最近新聞影響到你 她也回覆了我一聲 就是演唱會準備加油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知道 我跟她認識了很久 我也是好朋友 從以前入行比賽之前 又懂得做同事 所以我覺得 不想牽涉太多人下去 亦無謂令到這麼多人 去捲入這件事裏面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作不必如的猜測 那她說 你的真聰明是一個KOL 你自己又怎樣去看這件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亦有很多普通朋友 有時會出來吃飯 所以大家怎樣 她這樣覺得 就是她的事 所以我 我繼續去我的生活 有我的朋友 有時出去吃飯 雖然入行後 有時出去吃飯 都會避忌一下 但也不能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盡量保持自己的正常生活 其他人說什麼 我都控制不到 大家也不關心你的感情狀況 其實現在有沒有拍拖 現在沒有 我現在都只能專心工作 和專心我的演唱會 作為一個MIRROR副隊長 會否覺得這次這件事 都影響了自己的形態 我覺得 事件發生 難道不少對任何人 都一定會有 我重新獨立 我覺得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多不少一定會對不同的人 有一定的影響 只是希望大家 可以儘快解決這件事 然後繼續回自己的生活 好好專注你的工作 我真的不知道 我職位真的無法顯示這些 肩膀有花 這個已經不是去到肩膀有花了 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問一個問題 你見到一些對話被人 嘴巴放出來的時候 你會否因為這樣而起 才知道這件事 對認識新朋友 會有些戒心 經一事 就掌一致 以後做些什麼都一定會更加小心 始終自己是觀眾人物 現在這件事 會否影響到你和皮靈的關係 會否見面尷尬 那些 不會尷尬 始終大家都是兄弟 其實你是何時知道 Crissey和皮靈的關係 即是他公佈的時候 你才知道 還是他之前有跟我們說 他公開之前 有跟我們說 但實際的時間 我就忘記了 你不知道誰 即是他拍拖 但不知道女生是誰 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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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他對外公開之前 有跟我們 外公司一定是有說聲 平時你和皮靈的喜好 喜歡女生的影片 你都差不多 那倒不知道 我們沒有什麼談論 這個題目 沒有 看到美女 美女 差不多 很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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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你們看著她的觀看 都覺得這個很帥 一樣 一樣 但我可以告訴你 你看 你看 有時看一看 AK也挺英俊 支持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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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幫助 打開 《Yeah,I need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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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錢》 打開